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来进行的是 微积分系列课程 那么我们介绍的是 高斯定理 首先我来介绍高斯定理的内容 假设这个是一个向量场 F XYZ 它是定义在封闭区域的一个 这里面 这叫做V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 它的边界 我们叫做Boundary of V Boundary 我们习惯的用写法 就是用一个partial的写法 这是partial V 但是它不是微分 我们指的是Boundary 它的边界 那么边界我们要求的是 Peacewise的Smooth 就是分段的平滑 我们不是要求非全面平滑 至少也要分段的 要平滑的状况之下 那么我们假设这个向量场 在这个内部 微分 是连续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Normal是对外的 这个向量是对外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写呢 这个面积分 我们积这个表面的面积分 我们这边的话呢 面积分都是两个双重积分 但是我们加了一个圈圈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封闭区域 那么封闭区域的话呢 这个是 这是我们的流通量 DOT N Normal的部分 这是面积分 将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体积分 不过这个函数指的是什么 它的散度 这个向量的散度 所以是 这是Diverge的 那这个 我们将一个面积分 把它改写成一个 三度空间的一个体积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高斯定理的内容 那么我们下面来介绍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我们大概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现在我们的话呢 来介绍高斯定理内容之前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 我们过去 可能在中学的时候学过 可是 我们的话 一直都很少用到的东西 叫做方向余悬 方向余悬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 Alpha Beta Gamma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向量 来我们画图画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就知道了 这个跟它的轴的话呢 夹角叫做Gamma 这个的话呢 夹角跟X轴的夹角 叫做Alpha 它这个跟Y轴的夹角 叫做Beta 那么我们说了 cosAlpha cosBeta cosGamma 是三个坐标轴之间的 叫做方向余悬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 我的这个长度 cosAlpha 是什么 就是X坐标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是投影嘛 这是投影 所以X的话呢 因为这如果说 它是一个单位向量的话呢 其实就是 cosAlpha cosBeta cosGamma 所以万一 它是长度是单位向量 那么 cosAlpha cosBeta cosGamma 它这个写法的话呢 就是 方向余悬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样子的模式 这样子写法 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的平方和是1 因为它长度是1嘛 而且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的cos 就是投影的一个意义哦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 这是X坐标 这是Y坐标 这是Z坐标 这样你们知道了以后 我们等一下证明 就会简单很多 好 那现在我们来解释 高斯定理 大概的概略的 向量场 我们用MNP来表示 M的话呢 是 这是XYZ 我们都是XYZ的函数 那这边我们为了要 简化我们的这个表示 表达的方法 我们就 就直接写 MNP就好了 那是原来是这样子写的 那这是什么呢 Normal 就是所谓的 方向余悬 XYZ 好 那么 我们要怎么样证明 这个面积分 就是这个的体积分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从左边来看 F.N是什么 N就这个 那所以我们要头成头 中成中 尾成尾 然后全部相加 好 我们用分成三个颜色 让各位同学看清楚 这是三个相加的 这是在X方向的投影 这是在Y方向的投影 这是在Z方向的投影 那么从右边来看 这是什么 这是它的散度 散度就是 del.v 也就是对M来偏为 这是对N来偏为 这是以Y来为变数 对N偏为 这是对什么 Z偏为 那么我们就从哪里着手呢 从这个地方着手 这个地方 红色的地方着手 我们在这个地方着手 然后其他的 我们用大概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 这个的是怎么样着手起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区域 把它画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形式 这个叫做S2 好 我们看来看S2的方向 S2的方向 我们这边的话呢 Z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Z2 这是它的normal 那么我们怎么改呢 Z把它写成Z2 然后呢 我们因为它是做的是什么 是做的是 cosine 因为它已经做了一个投影了 所以这个平面来说的话呢 其实就是在R上面的投影 好 这个区域 那它是因为它是 跟cosine的gamma 它是对 对的是 gamma是什么 是Z方向的 所以它呢 往下 再过来S1 S1是指的是这个 这个它的投影也是R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的是 它的这个Z的函数是Z1 我们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成Z1 不过要小心的是什么呢 因为它对外的这个normal的地方 是对下的 一个是下 一个是上 所以这边是负的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S3 S3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来说 是跟上面是完全是垂直的 所以它在上面没有投影 S3的平面的话呢 完全是多少 是零 所以我们的面积分 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在这个 这个形状下的面积分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三个相加 那其实就是两个相加 这两个相加 而且它的区域是在R的方向 这是我们利用的是 投影的技巧来做的 好 那我们现在再把面积分写出来 面积分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写成两个相加 那其实就相减了 因为它这是一个负的 那我们就回到了我们最原始的一个技巧了 这什么技巧呢 来我们写一下 这是Z2 Z1 把它改成DXDY 然后现在我们怎么写呢 来我们把它写成一个 这个叫做叠积分的一个技巧 Z2-Z1 XY不动 对不对 只有Z在动 所以我们对Z来偏为 第三个 对Z偏为 DZ 范围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如果我们的范围是 Z1到Z2 这个地方对它来积分 是不是就相当于 就是直接带 Z1跟Z2进去 所以用这个技巧来写 然后我们这边DXDY 这样子就简单了 而这是什么呢 这刚好就是对P的这个偏为 对Z来偏为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解释了Z的部分来说的话 这个面积分 第三个部分会等于 这个散度的第三个部分 所以同理的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前面的部分 就是这个面积分 在它的boundary的情况之下 F.N DS的话呢 它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它可以把它写成 三度 这个是三重积分 这边是 DXDYDZ 那么三个部分 它这边是有写的是 M 加上N 再加上 那么我们证明了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来说就是前面的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其余的另外两个方向 我们可以用同理的方式 来做一个解释 高斯的话定理 也就是所谓的散度定理 它是把一个向量场 通过这个曲面的一个流通量 把它划成什么 划成了一个内部的 一个体积分 那么记得了 这个flux 就是所谓的 向量场垂直通过的一个流通量 那么这个部分 其实高斯三度定理 重点是在于应用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应用上面来说的话 同学可能就会更了解